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终于落脚了 嘴唇的干涩 能涂一点 润成干 好了 今天是我来长沙出差的第二天 来长沙 那我肯定是要去喝个茶 也约涩的 所以跟我走吧 给大家看 我们楼下的隔壁就是广源路 因为要出差的缘故 我就喜欢背这种大的包包 它有两个夹层 里面可以装超多的东西 可以点吗 好的 你好我要一个幽兰拿铁 刚刚点的桂花弄没有了 就换了个缝隙绿桂 现在先尝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先来 我觉得这个好喝水的菜 缝隙绿桂呢 我觉得它喝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绿茶的清新 其实没有很喝到那个桂花的味道 我再尝一下 但很清爽很简硬 清爽的上面是没有奶油的 桂果瓢是什么意思啊 诶 请问桂果瓢 桂果瓢是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这个味道不味 啊 这叫框和瓢 常商话怎么说呀 桂果瓢 框瓢 好的 很好了 刚才 guys 我一直都给我什么都 因此 comparison 再错了再错了 王明号 Jassey一号位 陈一是二号位 师辰三号位 陈一是四号位 然后红队的第一个 你没错 然后红杏全是第二个 大家做的是把这个成品进行补全 明白了吗 好吧 我们来进行 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队的选手 来 谁先自我介绍 我们的蕾子自我介绍一下 Hello大家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时间准了 我们已经工作完了 看我油光满面就知道 今天是工作满满的一天 你也是油光满满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两个油光满满的 其实这么油装是没有锅呢 给大家看一下粉店桌上的辣椒 有鲜的多椒 还有一个辣椒 这个有点像油辣椒 但没有油 这个感觉是加工过的 这个是就是先切的 待会我们加一点尝尝 哪个更香 这是我的牛肉牛杂粉来了 浇的清淡了 烙个一个给大家 尝块牛肉吧 不辣 小孩好就没出镜了 来走一步 这个汤底吃起来居然是那种烧烤自然的味道 我们加点辣椒尝尝啊 现在这个干的 不用了 我们现在过来来吃长河牛肉米粉 小青春吃个骨鱼乐菇 哦好辣 干辣 这个辣 不是我们剪辑可能剪过两个时间线了 吃完了再跟你们说 童子们晚安拜拜 hello新的一天大家早啊 今天是我厂上出差的第三天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回成都了 今天的一个行程就是 今天去陪毕老师录制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 叫神奇的汉字 今天穿的是一个波典的连衣裙 它下面有配一条裤子 所以说不用担心 啾啾啾啾 今天继续给大家跟进一下 我打耳栋恢复的情况 这边耳朵它也不怎么发红了 而且就是去拨弄它的时候也不会很痛 差不多刚好一个礼拜的左右吧 那这边就很痛 这边的话不能去拨它 就不能碰到它 如果晚上睡觉一不小心 哎呦碰到这后面这个针了 压到了就会特别的疼 反正这边会恢复的很慢 我觉得我现在预估吧 我觉得一个月都不一定 会好 就看每个人个人的情况吧 有的人可能打了会很快 很好的就恢复了 所以高考结束的 你们有没有想要去打耳栋的呢 问你第一次打耳栋 建议还是先打下面耳垂肉肉的部分 然后今天要带一个 结膜大的化妆丝样 哎 我手求它三分之一哈 早餐先吃一个那天带过来的面包冲下鸡好了 好啦面包也吃完了 我现在准备出花了 走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中午的午餐 是一盒盒饭 还有水果 还有一个韩菜哥 嗨 我们现在来到了化妆间 等待密室的变身造型 我想睡觉 没有 然后头发就爽 我们现在在室室室里面等待了哟 看变妆后的密室 美美搭 哎 你这个静静尊子 哦好瘦哦 特瘦 我的妈呀 这个小金脸 来摆个pose 爱美一脸拍三二一 好乖呀 我们现在在浇水宝室已经录制完了 虽然说里面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但是我们呢 由于我的智商问题 第一轮 第一个问题 就拦住我了 不 是因为你来到了长沙 你现在想吃好吃的 所以说 第二个回答满分 耶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长沙 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 吃货们应该都知道哟 是一座 东瓜山 哈喽 大家还记得这里吗 去年 哎 也是我和旁边这个人在这里哟 回忆满满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人 哎 但是 我头发变长了 零头发 我头发变短了 然后机器呢 当时也带了这一台 然后还有一个GoPro 现在呢 多了一台 咱有墙了 哎 多了一台了 多了一台 大红老师会合了 耶 高大红老师提前排队 买的这个肉肠 我想来尝一根 肉肠肉肠 看起来外面是焦焦的 先来尝一口 哈 好干哦 我觉得吃起来 没有 闻起来香 但还是值得打卡的哈 密室已经吃完了 是他战场 他又去买吃了去了 所以我和大红在这里 点了一份鸡柳 好 然后还有这个 是什么冰粉 玫瑰冰粉 我是四八冰粉 Can you help me 可以谈莫名 Can you help me 吃的口感好细 好豐富哦 我刚刚已经尝了一口 我觉得它不太冰 但是料还是很高 这糯米吃起来 饱负感太长了 这晚上终于宵夜吃完了 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是7点钟准时 从酒店出发到机场的车 所以回去呢 我也就收拾收拾 不跟你们多聊啦 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